我跟你说 相亲呢是不可能相亲的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相亲的 人家男孩子可是很慎重的 说第一次见要带美人 带双方家长 详细要求练三张A4纸呢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对他们不感兴趣 你要再逼我的话 我宁愿在大街上 随便找个人结婚 我刚刚好像听到你打电话说 你也在找人结婚 气死这个傻子心情 气死他们 我还有个更厉害的办法 哇 妙 那接下来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 我呢自己回家就行了 我在小周科技上班 家具在附近 这么巧 我也在这个小区啊 我们一起走吧 好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喂李明叔 立刻给我买一个 幸福小区三十一厅 五分钟拎包入住的那种 快点 赶紧的 我在小周科技上班 平时住这里 离得近平没迟到 你也是在附近上班吗 你平时很忙吗 也就是 每天早上七点打卡 晚上十点下班 周末无休 二十四小时 带命全年 午休 梦里也要把这微笑机 是反馈的 地步吧 好 你也太辛苦了吧 你不懂 人缺钱的时候呢 是什么都会干的 这又不是本大小姐 因为相亲跟家人老班 这个破班谁爱上学生 这里就是我家了 那个 我突然感觉住在你那挺好的 要是咱俩不住在一起 家长来查房怎么办 对不对 没问题 我那边租够大 你放心就好了 邱总 搞定了 房间号三栋六零一 我住在三栋六零一 密码所十二五七二 方小姐可以随便请 谢谢你 华仙仁那个以后你叫我晚星就行了 整人 还有一个事 查一下小周科技是 王晚星 怎么又是你最晚到 我这不是没迟到 最晚到就是迟到 每次都是你 你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吗 还有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一大早上就跟你的直属上一顶嘴 你今天把我换得灭了你半天了 你们两个 在底下说什么小话 我不懂得尊重领导 要不上来说 啊 许总我过来呢 宣布一个消息 我们公司啊 被全资收过了 从现在开始 就要执行新的作息规定 每天 最早九点半上班 不许早到 六点下班 晚上加班的话呢 要向我打报告 休息日不允许强制团建 就这样吧 哎徐总 怎么了这样 因为收费很神秘 给钱也很大方啊 他们就这一个要求 我说起居啊 你 是不是该好好学去看方向了啊 是 啊 哎呀 是不是 我给你 什么 哎 你是没看到那个老姚婆的脸色 我跟其丘真的都快要笑死了 那执行了新规定恭喜 唯一都是一份 也不知道谁这么财太气足 花这么多钱买我们公司 连面都不露 真是有钱人的事 有钱了 任性一点不好吗 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 人有钱呢就会变坏 这么不负责任的有钱人 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哎一句话说回来 虽然他们那些有钱人要无养威的 但是咱们靠自己能力赚钱 不比他们差 哇 三文鱼不错啊没错 你尝尝 这个收购人遮遮掩掩的肯定不是什么好 也没那么绝对 哎对了我之前都没问过 你是做什么的 哎小本上不是什么有钱 这三文鱼太贵了吧 我不舍得吃啊哎 买不起就别在我这蹭白身 人家有钱人就得吃 你什么态度 你什么态度 算算算算 哎呦两个穷鬼还要什么态度 我穷鬼 哎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啊 翻轻人最后 现在我穷得多了 自己装子都有见识一样 大学生哦 白领 买泡面都只敢买打车的 他有没有蹭吃蹭喝的 气人太事 你会给你 让你 吃不死就别出来吹着你 你静一下 咱们也没有那么想吃三文鱼 对吧 我就是要不下这口气 是 你是没吃过三文鱼 可凭什么看不起你 也不是没有吃过 三文鱼很了不起吗 信不信我把整个超市的三文鱼 全买下来 让他没试吃过 方小姐 原来这么财大气息 没有 我们就是随口就说 我接个电话 正好我也打个电话 大小姐 您总算联系家里了 夫人天天都在担心您 饭都吃不下了 您大小姐 现在呢 你不要跟我扯这个 你去给我买个东西 要快 知道吗 林秘书 有家超市人需要你联系 嗯 哎 那个 恭喜两位 中大奖了 哈哈 让一下 我们要去结账了 您不要误会 我不是搞退销的 我是这个超市的经理 那要不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听你的 我们中什么奖了 那个 对了 两位是我们本超市 第9999位 所以啊 本店特别赠送三文鱼 八十斤 哇真的吗 太好了咱们有免费的三文鱼吃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在咱们这儿干试试员 干得好好的 你听什么时候把我开除 你开除了 我问你 三文鱼卖完了吗 都卖完了 对呀 鱼都卖完了 我留着你干嘛呀 你呀 被开除了 谢莫杀驴 什么东西呀你 你快走吧你 你听到了吗 他被开除了 真是天理招招 报应不胜 嗯 慢走两位 喂 咱们店里的三文鱼啊 都给大家解放 好好好 哎 那个试试员啊 还配我辞退了 房位已经麻饼滚蛋了 您放心 休总 还满意吗 不然我们打个车回去吧 不行 我俩免费的三文鱼打车 那不就 快吗 我朋友说他就在附近 他可以送我们回去 真的 那会不会他麻烦你朋友 他会不会嫌海鲜味道太重 不会啊他不敢 嗯 啊啊 啊 我来了秋 秋哥秋哥 赶紧把后备箱打开啊 好嘞好嘞 你搁呢你看好一点 谢谢你愿意伤我们 你人还怪好的嘞 哼 啊 我行我行 哈哈哈 没事吧 我行 你上车吧 东西我都放好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嗯 藏得挺深啊 什么 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什么我没有啊 万象 我不是故意吗 你那个朋友开那么好的车 就这么怕你 你不会是 你不会是道上的吧 不好意思 正经表本生意 让你失望了 至于小李 什么 他可能是冒用车主的身份 于心不安吧 原来是借用了别人的车 这不好 做人不能这么虚荣 嗯 万象你说的对 回头我就教训他 啊不 教训他 教训他 嗯嗯 哎呀 开饭了 万象不仅是我小五星 还做了一桌好菜 你可真会夸 那我就封你为 我重视的范达子 只是范达子 喂干嘛 大小姐 夫人听说您想吃三文鱼 后地叫人从英格兰海空过来 生机马上就到 麻烦您开风取一下 我好好 别来 有外星人 你真的跟他上有外星人 那我们怎么办 会这样 你放心 我受过专业的训练 轻易不会像 学幼 好了 那你现在早上怎么办 继续向邱锦海里门次的身份吗 嗯 事到如今也就只能这样了 反正我们又不是真武器 是 万一他知道了你是千亿生下的大小姐 绑架你要是丁怎么办 哎 竟然才不会是这种人 嘴上说着没关系 实际上都已经开始忽短 嗯 都什么时间了还不开始干活 好 吵什么吵 刘主任我们现在是午休时间 以后取消午休时间 跟之前一样 半小时吃饭 中途保持业务电话长通 成人结婚了 领阁那种 废话那么多干嘛 工作不饱和是吧 不是不是 您看今后我也难免会见到方小姐 您 你的身份我是不是该 暂时不要告诉晚兴 明白明白 你明白什么 等一下 哎我去哪里放 我去 晚兴是我的夫人 记得改称号 是啊 行什么呀 那徐总明明说过给我们留够时间休息的 公司的决定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的 我为公司着想 难道徐总会罚我吗 强行占用午休这几十分钟 让大家下午困得要死 业务效率降低 公司真的能变得更好吗 方晚兴 你最好给我闭嘴 公司就是因为有了你这种害群之马 风气才会变差 你就是那个老鼠屎 坏了一波中 我在势头跟你好好沟通 如果你再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 我倒要看看 你一个黄毛丫头 怎么对我不客气 你敢打我 对于我这种不听话的员工 就是要杀一敬百 不满心 从现在开始你不用来上班了 你 你开除了 刘主任你也太过分了 往心明明什么都没做错 你凭什么这么欺负他 欺负 你这点事业 我是在为公司竖表帅做贡献 你游火冲我犯 别牵连其他人 要我说 公司找你这帮小朋友来犯什么 活干不了一点 抱囤吵架一蹦三尺刀 我来公司两个月拿了两个月的绩效 第一这叫不干活 谁知道 你的那些绩效是怎么得来的 告诉你 我刚接到内部消息 新老板一会来公司视察 最好把你那个骚子给我收起来 他们出去 别让他看见你 你这个老姚婆 你居然在造黄烟污蔑舞 每天恨不得做到许总大邸上的人 明明就是你 烦了你了 给我把手放下 刘主任 您口口声说晚心没有贡献 可您每天除了查考琴 就是拍许总的马屁 您对公司做出什么贡献了吗 你也吵死是吧 小悠 忍不哭忍不不虚贾忍 我今天就给你这个老姚婆 用慰鱼剂 今天我就替你们爹妈好好教育你们 什么叫做神规矩 你什么人 你怎么会来这儿 好啊方蛮星 你自己不务正业 还把不三不四的男人带进门室 情绪亢奋出口成脏 我看不三不四的一个是你 嗯 nice 你要我吃王袋了 嗯 你又吃王袋了 啊 原来 你就是方蛮星那个什么闪魂对象 流里流气的 他不是被包养的小白脸吧 你 我今天就教你怎么尊重人 你打我 你这样敢打我 我忍你很久了 你不是要开除我吗 好我可以走 但是在我走之下 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 哎哎哎哎 别冲动 你把我帮忙交给我 方蛮星你竟然敢打我 两个实相的话 快给我滚出办公室 不然我现在就报警 家人们谁懂啊 办公室撕逼我磕他磕死我了 你不会还没发现吧 晚星才是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该滚人 是 你说方蛮星是公司其老板 你在做什么梦发什么点啊 那个竟然 我 不可忙的 我以为小周科技被收购以后 你们至少有一个人去查一下 资方的股权背景 到底在叽叽姑姑说些什么 公司新老板马上就要到了 我没时间跟你们掰车 赶紧给我滚出去 我说了 本星就是你们的新老板 哦 之后 他愿不愿让你继续干 你就不是我说的算了 那个 我查到了 小周科技现在的实际控制人 真的是快 する 不可能 可是徐總說過 說過人是個神秘大佬啊 通過BVI的殼 公司相欠了兩層關係而已 只要他們公布股東名單 就能查到你 股東名單是今天早上公開的 你老公消息真是靈腾 都在騙我 連手演戲在騙我 是不是演戲你自己心裡清楚 你剛才說的話呢 我原路返回劉女士從現在開始 你被開除了 你們你們都在騙我 對 我要找徐總 徐總一定會聽我的 你們反了天了 全部都得被開除 快拦住他 別讓他幹什麼蠢事 徐總 那個小建人說的不是真的對不對 他怎麼可能會是老闆 怎麼可能開除我 您才是老闆對不對 我確實是公司的總經理 不過 我剛剛才接到公司總部打來的電話 從現在開始 由方晚興 擔任小舟科技公司的執行董事 執行董事 也就是說公司裡的事物 晚興有權直接決定 包括人事人命 劉女士 現在死心了吧 晚安 把劉准拖出去 我為公司流過汗 我為老闆裂過功 你們不能這麼對我 別胡扯了 你除了打壓公司員工拖公司後腿 根本就沒幹過一件好事 萬興啊 我說 你跟遠風集團的關係這麼好 怎麼不早說呢 遠風集團 那個世界級的超級大財法 啊 什麼時候跟他們也無關系了 哎呀 我說你就不要再謙虛了 我可是有路子的 收購方跟我聯繫的那個電話 絕對是遠風集團的人的 邱總 我剛才通知徐總來救助的時候 一不小心簽署工作電話了 你小子又給你電話 邱總對不起 別喝了我 所以是遠風集團收購了咱們公司 然後把時空拳轉交給了我 可是我根本就不認識遠風集團的人 也壓根不知道自己成了公司的董事啊 是啊 會不會是他們弄錯了 徐總 你要不要再確認一下呀 那可是世界級神秘的大財法 遠風集團 你怎麼跟他走開 只能是我想打擾就隨便打擾的 總之 這件事情就這麼定了 晚星 我先去把你的辦公室騰出來啊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哎呀 徐總不敢打電話 我來 要不我去解釋一下 你那張嘴一說不就把報路了 對對對 谢谢 事到如今 我也不适合隐瞒什么了 其实 我就是远方集团的总裁 的新人秘书 绿 哪里不对了 咱们登记结婚的时候 你不是甜的无业啊 我 家人们别赞了 男方高兴 却骗女方说自己无业 她疯了 我是今天才应聘上的 没来得及跟你说啊 晚心 你要相信我 那你为什么要把公司的董事 换成我 你给我开后门 人家给老婆开后门 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我们 不是 我又不是 邱总 邱哥 你怎么把我工作给抢了呀 我又不 我是不给你罚公司 那还好 不是这个问题啊 马晓 你想 我刚刚应聘上远方集团的艺术 哪有能力给你肯定 你能当上 小周科技的董事 那是考虑自己的实力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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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明白啥了 一定又是爸妈擅作主张 都说了不用这么大张旗鼓了 管心 嗯 远方集团一定不会无缘无故地收购我们 他们一定是看中了我们小周科技的业务 在下一盘大气 竟然我说的对吗 说的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与其让别人接受 不如有我这个业绩第一 来掌管这个公司 没错 百星同志 这都是组织里面的考虑 放心吧 我们一定会完成组织对我的期望 在我手里 公司一定会作大作强的 磕噪了磕噪了家人们我又可以了 大郎 怎么样我弹够弹的 干杯 今天我们相聚在这 是为了庆祝我的闺蜢荣香老板 耶 你们非要在ktv里扯着嗓子喊吗 嗯 要的就是这个气氛 既然你喝了没 你喝呀 晚心啊你喝多 你骗人 我闻不到酒味 你明明没喝 就算你是晚心的暖宫 也不许啥了 喝 来吧秦娇姐带走 赶紧的 哎哎你动动动动动 都好痛啊 喝不了酒就别喝那么多啊 我开心嘛 怎么跟家里脑干后 我都很久没有这样开心了 就因为脆过呀 你说 像这些其他点都是怎么会想的 那我上学的时候不让我早恋 我一毕业又恨不得我生三胎 我对象都被他们给打走了 我跟谁谈了 你之前有过对象 我看着不像吗 不是那个意思 开玩笑 姐当年可是挑起过战争的人 你说什么 敌队阵阳大造谣你 说你靠跟别人谁叫换装呗 西招气不过去 就跟他单挑了 哎 西招现在什么情况 说话 抱歉 我输了 哎呀那个输赢不重要输了就输了吗 你可千万别听他们的 什么善号啊 女神 西招好像真的善号了 他连公会都退了 好 游戏里 镇影战 你别看不起戴游戏的 没有看不起啊 我 我怎么敢 看不起我的镇影女神呢 那天在街上听见你的声音 我跟你说 相亲呢是不可能相亲的 终于才有这段恋念 你相信我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可 那我这个 哇 这就是徐总给你收拾出来的办公室 可真大 啊 反正呢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 还是你的 以后这间办公室 有你一半 搞不贵 哦 你看看还缺什么 随便呗 哇 这个是在关于包装的感觉 那我让咖啡机 面包机 再送的机 那要不要给您再安排一个按摩椅呀 行了 你呢就好好看家 我要出去开拓业务 做大做强了 竟然还在楼下等我呢 我会一边追剧 一边吃小零食 顺便想你们的 你谁啊 哎呀 现在 还是倒着找女秘书避嫌呢 你什么错呀 你就是 刘阿姨介绍相亲对象吗 你姓比较 长毛战士 说谁谁死 呀 太不文雅了你 怎么我能在那里 是你才会姓呢 他就是我家机会给我介绍的那个先进对象 他就是我家机会给我介绍的那个先进对象 哎 你们商量好了没 你说吧你到底来干嘛的 你是不是对我挺在意呀 这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女孩 之间的那种 那种小考验呢 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 真的那大小姐是 马星我看你没下去 我上来看一眼 没事 你继续的 这真正的大小姐就是我的好闺蜜 请邮 对对 是我我已经不用那个卫星了 你换个好家吧 这才对吧 回头发给我啊走了 哦对了 刘阿姨帮咱约了周六去游乐 你记得去啊 哎我这样 哎不是 就没人管管我的死活吗 小林 又测你的车 不好意思啊 哎都是顺路 没事 不过 这个车不是你的吧 我都听锦燃说了 你老开别人的车壮阔不好 知道了 邱哥都叫醒过我了 车库里那么多车你就不能换你能干 是 不过 游乐场确实也是很正面的趣味 那就一起去 你想去哪 我都陪着你 做什么都可以 也不是光聚玩了 对主要是小悠那边我得去看一眼 万一她被那个大蠢蛋欺负了怎么办 好 那我们就去监视许凯 顺便玩一下 就稍微玩一小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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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约会他们跟着来不及 真不实行 你们终于来了 你怎么不直接向他坦白呀 就说你才是他的相亲对象 而且你已经结婚了 然后给他遭我的机会吗 我跟你说不可能 我就让他婚礼乐得知难耳朵 我永远不得能提及相亲这场 俊阳 我玩玩那个 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吃的 好啊 不就个过山车吗 瞧她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我考一个问题啊 你说要达到过山车的失重感 这个中立加速度是多少 你说 我一会儿是想玩过山车呢 还是去溜泳见 啊都想玩 你要干什么 想去哪儿都可以 我不怕水 不恐高 你为什么也这样 我眼睛里已经沙子了 那鬼屋呢 你敢去吗 我倒是没有问题啊 那我也没有什么问题 放松 你不用打 放松 我怎么放过了 谁让我放过呢 那奶茶都会让你洗出来 这都是假的 这都是假的 过了这关 我们就出去了 不用怕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是假的 我不怕你 你说我是假的 可你的身边人 难道就是真的吗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满星 啊 大男友你 你别过来 没事了 满星 别怕 有我在 我一直在 是真的究竟然吗 如假包换了 我相信你 那人身上的堆坏 像旁边 没忍住 你敢信吗 我从头到尾去喝了一杯奶茶 前还是我俩AA的 你敢信吗 他刚跟刘阿姨说你是捞女 我是太妹 你都不知道刚那个鬼屋 发现了什么礼物的事 说说 呀 脸红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水到来 哎呀 其实也没有什么礼服的事 我被傻逼气 还要被你们俩胸爱闪瞎 我可真是难哪 你放心 他呢是神气不了多久的 满星 那不咱还是算了吧 别恶硬不及了 哎呦 大不了呢 我勉为其难去找王管家 我就不信凭我家的势力 还搞不定他一个 普心poa 男 什么势力啊 真是我们家自律自强 白手起家的实力了 怎么看不起我无敌大魔人 哎 你们好了吗 我真搞不懂 这地方有什么可玩一天哪 你们 不过一会儿还要去吃饭吧 我们都逛了一天了 这游乐场里连个正经饭店都没有 不吃饭难得饿着肚子回家 我订了合约饭店的晚餐 时间也快到了 我们出发吧 哎 哎 是不是那个 超级贵 超级难订的那个 米列林八星餐厅 你也怎么可能订得到 也没那么难订吧 明白明白 你们当秘书的就是会有很多这种资源 不过你刚当上秘书就能订到高级餐厅 也算很厉害了 饭店订得很好 瞎会儿不准订了 总之 我们呢要去吃饭了 习山人既然不想去的话 那就请自便吧 你走 我已经把今天徐凯的种种表现都汇总 发给了刘阿姨 深情并骂配地标和照片 我就不信 他以后还能继续在乡亲圈里坑人 快快快发现我 我帮你转发到抖音快手 还有家族学 我让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都看看 这么厉害 那岂不是要把徐凯 挂得体悟完 那是当然 抱歉 今晚合约饭店被叶总包场了 几位请回吧 我们已经提前预约了 今天叶总加长比较急 我们来不及电话通知各位 取消预约了 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吧 我们先预约的 为什么要给他腾地方 可是叶总那边 你是说叶时机从来一哨城 对 是的 行 我打个电话 咱们也看看这附近有什么别的吃的 邱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居然能来参加比人的厌惠 我真是瘦瘦若惊 废话少说 赶紧给我云出一个包厢来 中途不准有人打扰我 邱总的知识 绝对没问题 最重要的一点 假装不认识我 啊啊 为什么要装作不认识你 哪那么多为什么 房间好了吗 我走了 哎哎 这 这种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我们叶家不会是要完蛋了吧 行了 我们进去吧 咱们可以再合着吃饭了 你怎么做到的 找了个朋友说通的一家关系 叶总的聚会也不全都是 烦的 然后正好捆了一个小包厢 找我 啊 你那个朋友还真是神通广大 还好吧 走走走走 哎 这个 秋总 秋总 你也来了 秋总 那个 我可以解释解释 不是让你假的不认识我了吗 我就一双手 不要我不如所有人的嘴啊 那你 解释解释 哎呦大娇姐 您怎么来了 早知道您来 我还去接您呢 怎么办怎么办 接着你接着我 你别忘了你别忘了 我有了 哎呀什么经理来这儿 朱经理你也太客气了 我们家只不过是几年轻 还吃了多饭而已 您瞧你的记性 哎这哎哎这哎哎这哎哎哎 不好意思的粉丝 你休息了 双手 我让你去 收拾一下 你们俩 是不是 比如说 你们俩 先把这些事情 你不在乒乓干 这个地方 你不在乒乓工作 或者是在乒乓工作 这边请 那个 哎你先说啊不不你先说 刚才就是个误会外边那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哦那个饭店经理也是个误会他明明是送这秦佣来的一定是他闲事太严重看错了 那咱们这篇就翻过去了 过去啊 哎 看随便 哎呦你累死我了 嗯 放心吧都给你安排好了 保证这个饭店以后没有一个经历手 拿相机 那就好 你妈跟这家店的竹竹关系很好的都怪我给我 你说这个什么意思 人家经理叶总刚说了 他呢跟丽华饭店的邱总长得很像 都认错人了 丽华饭店的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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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kangaroo 您在刘阿姨面前造谣你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是汇总了你一整天的表现 具具真实怎么就造谣了 你说我抠门说我虚伪 还说我狂妄身高 这不是造谣师吗 这怎么能是造谣呢 这不就是你这短短几天 干出来的事情吗 你还给刘阿姨说你看不上 我呸 我看不上你呢 你还不是因为有点钱啊 要姿色没姿色 要情绪没情绪 不管我家里有钱没钱 我都不会喜欢你这种 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我朋友的人 请你离开 服务员 把他带出去 这位先生 请您离开 行 姐妹 你刚刚的表演真的是太棒了 一会儿呢多吃点 别气坏了身体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的精神损失费 必须吃外本 你臭老子 你别让我不知道 这是你教唆的 请又再拒绝我 救命啊 我告诉你 今天我要不教训你 我不想学 我 我不教训你我就不叫求求你 老是丁江青我会输给你 呃呃 呃 那我倒要看 谁输给谁 呃呃呃 哎呃别打别打 是他先袭击我 他意图不鬼 你们可以掉监控 这个人刚才被请出去 为什么还在这 合约号称预约制的高档餐厅 现在就这么管理的吗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们管理事务 搞瘦 你把我打成这个仗 你完了 我认识律师 我告诉你们 哎 你信不信我 不对 你信不信他打个电话 就能叫来一面包车的律师 打不死你 也没那么多 不是为什么叫律师来打架啊 我 我我说真的啊 你要是不想让去单位闹 身败名列 你就要请跟我结婚 你这梦留着去监狱发吧 快走 哎哎 哎 别想着棒复活吃绝户了 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搞错了相亲对象 臭 你别动 伤还没好呢 哎呀我真的没事 我之前故意把自己搞得很严重 是为了把徐凯整得更惨一点 哎 你不用这么想 徐凯过的一定比你想的小子 那 我可以起来了 不行 医生说了这几天你需要静养 哎呀在医生面前我也是装的 你就好好养伤 这样我才能放心 就当是为了我 再打两天好不好 好吧 好吧 那我就大发自卑的大意 还行啊 两天 最多两天 我还要回去把公司做大做强呢 哎 做大做强 就差这两天吗 你不懂 机会 稍做计时 嗯 行 我去买菜 给你做冰好餐 你想吃什么 炸鸡 汗吧 嗯 好 那我给你炖个鸡汤 这个怎么了 我会多么寂寞 帮夫人在小舟客厅那边请一周的家 再买树花送她 我怕她在家想会去餐家 是 这个邱景然什么情况 我躺不躺床上 关她什么事 搞不好 她是真的在关心我 嗯 方外星 你不能划吃过头了 别忘了你们可是 嗯 嗯 你没带钥匙吗 我来了 哎呀我的奶奶呀我的宝贝 妈 妈 妈 我这不是没事吗 你还想骗我对不对 前两天你在合约饭店 是不是被小逼三欺负了 楚经理都跟我说了 我就知道是那个 猪头经理搞的你 你骂人家做什么呀 小姑娘家家的说话这么不闻你 还有 你前两天发那个朋友圈 什么领证了 什么意思 就 就领证了呗 你认真的 你是不是被男人下鼓了你呀 你别动我去 好啊 就是你让我们家奶奶被欺负的是不是 你还把她一个人留在这个破房子里呢 你还买花 买花有用吗 买药去 不 伯母 不是我呀 妈你搞错了 不是他 妈对不起来了 那个 那个 话也送到了 我就先 走了啊 我反对 反对无效 我结婚又不是你结婚 你这孩子 哎 你们应该饿了吧 我先去跟你们做饭 我打电话让楚经理喊师傅过来 知道我们家奶奶省省 哦 我还没跟警人说咱们家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你有钱呢 那他看着什么了 嗯 哦 你是想考验他对不对 早说呀 不是 妈 放心 我会让你留下来 哎 我们家虽然很穷 穷得连司机和厨子都请不起 嗯 但是我们家晚心也不是什么随便的人 明白 我一定好好对晚心的 我先把菜给沾上啊 我去帮忙 我去躺着躺着去 来晚心 好了好了 嗯 好喝 好喝就多喝自补的 嗯 小秋啊 听说你在远峰集团当秘书 嗯 妈 说好了不差活口的 晚香没事 妈当然有立场 来关心一下我的工作 对 我目前在远峰认知 那方不方便带丈母娘去观摩一下呀 妈 哪有你这样的 别说啥你都行 远峰问你大哥集团 能让他一起没聊去当秘书 警员是不会拼我 那也得亲眼见头再来一些 过来电中去好不好呀 好 当然好啊 哈哈 那行 来吃 天气 大家注意了 今天我们有重要的客人来访 一定要随时保持状态 展现出我们远峰最好的精神面貌 还有一点啊 今天一律不准提及直升 什么邱总许总啥的都别笑了 要喊就喊名字 明白了吧 明白 三个三个 邱总 今天就辛苦您当天我了 刚才你怎么跟他们说的 自己又露馅了 对不起啊 交给你的事办完了吗 需要远峰总裁出席的会议全部都推迟了 喂 他们来了 妈呀 咱们还要回去吧 人家大公司怎么会随便让外人进去了 哎呀 来都来了 人家小区有说了可以的吗 一会儿等他们来了 就说今天公司是开放日 允许他们席面探关 小李 你怎么在这儿 两位好 今天是我们公司的开放日 请在不影响员工办公的条件下有序参观 谢谢 你看这个小的嘛 小李也在参观的对不对 对对对 我就是来观摩学习 万一以后我也有机会进入到这么优秀的公司里面工作呢 是吧 谢谢你自己 你呢肯定没问题了 小姑娘 你知道秘书的办公室怎么听吗 啊 秘书吗 我知道还在哪 你们是不是想去找邱哥呀 我带你们去吧啊 哈哈哈 对 南城的项目先放一放 有问题吗 你们现在变得怎么这么废物了 你们嗯 请你们再好好讨论一下啊 总裁对这次项目非常重视 好 再见 不好意思啊打扰到你了 不打扰不打扰 看着还不错嘛 在远峰集团工作待遇怎么样啊 啊 这个 黄黄 乔哥都跟我说了 无险一惊周末上就月薪过半 该可好 嗯 那还不错 我去问你吧 他那能力收一月工资多少钱 如果小区我敢续报工资 那就做准的 你怎么办 这个文件交给总裁 是给总裁的吧 那你先回去我帮你转架 啊 什么玩意儿这些东西 那个 不需要给总裁看一眼啊 啊 晚清说的对 就算是垃圾 咱也得给总裁看一眼才这样 对对对对对 那正好我们现在没事 就陪你去给总裁送个文件吧 是啊 这不太方便吧 哈哈 怎么不方便了 难道你们总裁见不得人 还是你根本就不是秘书啊 根本就不敢带我们去见总裁了 妈你真会开玩笑 我怎么可能不是秘书呢 哎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啊 你们这朋友怎么神经兮兮的 这小子就这样不用在意他 哈哈哈 已经到达您的办公室 你们放心过来 我有对策 呃 走 我带你们去见总裁 好 这边 要不这么还别去了 你怎么回事啊 想啊 因为这个总裁在什么慈善网上见过 那咱们家的情况就露笑了 是啊 哎小秋 我这边拿了两根合同 过来出去 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今天心都不好不见任何人 是 那我就 哎 各就各不ール 哎 异风集团的总裁怎么皮这么差 嗯 可不咋的 我原来以为景研的工作挺好的 没想到 唉 钱难赚 事难吃 哎 不过好消息是 我妈觉得她能忍受那样的老板脾气肯定很好 所以心满意足地打得回本了 话说请问老板脾气那么差 搞不好一波小线她就失恋了 所以你打算找个工作更稳定啦 所以我要更加努力赚钱养价 前两天那个印象客户在哪来着 这么晚你一个人见客户 真的没问题吗 哎呀放心吧 我呢可是专家 那马总白天太猛了 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参加活动 所以才约到这个时间了 那我一会儿来接你 随时联系 反正你别一身一狗 吓死我 马总 是我 你是小纯科技的方婉欣是吧 对是我 马总你好 幸会幸会呀 马总 小姑娘吐了什么护手说呢 说真嫩呢 请您放尊重点 我呢是来谈生意的 当然 谈生意嘛 当然得谈了 小姑娘不要这么激动嘛 走吧 马总 这个呢 是我们公司的方案出稿 您可以看一下 这边信不着急看 要不咱们谈点实际的 我认为这个方案才是实际要谈的内容 您说呢 你看 你还是月底少了吧 一点小事都这么抗拒 还怎么能成事呢 你呢 手在这给我偷发概念 我今天呢是带着诚意来 你要不想谈的就算了 出门谈生意 哪有像你这么大脾气 我跟你爸年纪差不多 他就是教你这么尊重长辈的吗 我对我爸脾气更大 你要不要见识一下 这可是价值几千万的项目啊 你不就再考虑一下 在你眼里 我就值几千万 少在这儿瞧不起 别装了 你这么晚 答应单独出来见我 不就是会知道发生的事 放屁 放开我 我当初一看你头像 就觉得你对不对我 这样吧 你跟着我 不仅这个项目跟你公司 后续的几个项目 也会给我 不是肥肠 怎么样 你还真以为我稀罕 你那几个破项目 我实话告诉你 你那点破钱 在我眼里根本就 几千万虽然是一笔很大的钱 但是我也不能出卖我的肉体 我看你还是没有什么概念 价值几千万项目的提成 你会让你买多少 那你知道千万级别的参悟举报 够你分几年劳吗 你你是什么人 他是你的所命人 对不起 来完了 九零人都被我进去了 你是怎么进来了 简然说的对啊 我为什么要怕你呢 像你这种公欺性的烂人 都会举报出去你 就完蛋了 虚招审视 别以为我怕你 你最好还是怕你 要不 死到临头 你拜哪方神你都知道 你 什么公司被提了两个项 三个 这大半夜怎么可能 对不起啊 锦然今天是我盲目自信了 本来之前也很晚跟坑户开过会的 我以为没事的 不是你的错 遇到这种事情 唯一指责 和惩罚的只有犯人 这个死老头以为有几个臭钱了不起 去追几千万 留会给他买棺材 他应该没有机会买棺材了 刚才能通电话 明显他们公司有问题 天道好轮回 他这种恶人 自由拼手 只是可惜了这个项目 我们熬了两三天才做出来的出稿 本来呢我是很自信满满的 没想到遇到了这么个客户 不用气馁 你们这么用心肯定能找到实惠的买家 嗯 我觉得你说的对 我们一定会把小周做大做强 赚到钱就可以养你了 养我 对啊 你们那个老总脾气那么差 万一哪天不开心把你辞了怎么办 他是挺讨厌的 锦然 实在忍不下去呢 咱就不忍了 想辞就辞 不惯着他 那 那也没到这个程度啊 放心 就算你暂时找不到工作也没有关系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你真这么想 就当然了 你明知道我们结婚只是 你还对我这么好 我 你手机 哎 我 你自己把这个人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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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 邱总 那个方总的公司已经搞定了 坐着他破产 你再这么晚打过电话来 你信不信我让你破产啊 邱总对不起 我听你道歉听到耳朵都长前头了 别的 你都能听到你们 好 我老公 我是找人 刚才的 我希望他能意识到自己 可以不用这么辛苦的生活 他值得更好的 最好 邱总 您终于开窍了 费什么话 赶紧工作去 好嘞 大哥 你可为我做主啊 那车表太了 我被公司开除 发了一大笔钱 我好惨了大哥 没用的东西 那一个婊子看那血本乌龟 起来 起来 放心 龙哥照你 我就是一个婊子一个小白的 还能翻天不成 他们求生不胆求死不冷 龙哥卫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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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亏你还有这份孝心 直到过来陪我逛街买东西 方婉欣那傻丫头 非得说她忙完工作才过来 这什么想法 婉欣她应该忙完就过来了 咱们先走吧 你找了那个团队靠谱呢 叫我假装陪逛街 逐步揭开身份 这什么策划 商场已经全都换成远方的人了 您按照我们的指示来着行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伯母 伯母您好 一看您就非常适合我们店的产品 回忆回忆 哎 这位先生 一看您就吃予不难 问其一人难道 算了算了算不演了 我就直接说了 哎等会儿啊 刚才我给婉欣打电话她没接 现在小悠回我了 小悠 我现在在公司吧 什么什么 晚上今天没来公司啊啊 管心不在 管心 你就是小白脸吧 你是谁 我是谁你不用管 五点之前 凑不起五百万都只盯地点交货 那你如花似玉的老婆 就要憋成残花伴柳了 哈哈哈 啊 喜不喜欢哪 喜欢 哈哈哈 宝星被绑架了 妈 宝星不会有事的 老弟怎么回事啊 我 我需要人 我用性命担保 一定安全把宝星带回来 乔总 让IT部门定位信号 不要识别这个男人 查询他个人 和所有的社会关系信息是 所有人停下 给我跟我出来 说了说了 所有人跟我去救夫人 小秋 到底是 啊 怎么还不来 来到时候那小白里 直到自己凑不起 给老婆都不要了 自己好路了 文哥 既然如此 不让兄弟们 就把这表子享受了 要不让他 啊 小红红 誰哄哄嗎 虛張紳士的小白臉 老子什麼仗是沒見過 錢呢五百萬的錢呢 五百萬你下地下話 你小子有種 知道我是誰嗎 不知道 也不感興趣 王龍寶必吃 小學文化學評 有猥褻父女和偷窃的女人 三個月前剛被姓吻 和丘陵設計的父子 哪說你 是遠方心智 你們敢調查老子 我捏著是嗎 你別忘了你老婆 你敢 靳远 靳远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不论对不起 不论对不起 你们说的对不起 到底指的什么呀 都是我搞错 如果我早点表明身份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你排队药 你就不会泄露危险 听听听 我是因为得罪了马总 所以才不关你的事 靳远 你到底是谁 我是邱靳远 男二十五岁 A是邱家独子 远峰集团的总裁 不是秘书 是总裁 夫人 我 我才是秘书 对不起啊 你们 你们联手骗我 晚星 都是我的错 你怎么打我 骂我 出去都可以 我们先出去 去检查 修正一下行吗 有时候没有用 晚星 晚了 虽然我现在很生气 可是万一景仁发现我 也 他岂不是会更生气 景仁 你总得听我解释一次啊 总总 天哪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今天的事泄露出去一个字 都别想在远峰待着 听到没 是 是 小总 这个人还等您发落 小总 是我永远不识他 是我不知好歹 保证你夫人的事 都是龙哥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求你饶了我一命吧 小总 他对不起都是我 求求你饶了我 求求你饶了我 饶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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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仁 不是说解释吗 秋总 别这么说 我们 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 我不是有意瞒着你了 哎呀景仁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生气 只是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当初我们领证 我只知道是为了应付 各自家里的催婚 并不知道你的身份 我的身份 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影响 只要你不嫌弃的话 我们的婚约可以一直下去 你可是传说中 远峰集团的总裁 谁敢嫌弃你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有钱人吗 呃 那是 嗯 没事那就是我 随口一说 是 你在欲望 我像你保证 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我在你面前 不是严峰集团总裁 也不是你强身份 我们 像以前也好吗 你放心吧 我们赢败了 啊 就是因为你是远峰集团的总裁 所以你才需要我 我可以陪你挡硬仇 挡饭局 挡桃花 放心吧 我呢可是专业的 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事情 饭局我可以独自参加 烂桃花我自己也可以拒绝 你就安心养伤 让我安心就好 我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你明明讲 我安心 累死了累死了 哦他们都说你被绑架了 我以为我再已经绑你了 你还有那么夸张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 谁能知道你不仅没事 还收获了一个远方集团的总裁老公吗 噓 这是命 命 他不打算公开 我也不能让他公开啊 万一我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你也不打算向他坦白你自己的时候 坦白 不行不行 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到底在怕什么呀 哎呀我也不知道 哎呦晚兴起哟 你们怎么还不收拾东西 收拾什么东西 咱们公司今天正式并到了远方集团 以后咱们都是高大上的远方员工了 办公室也搬到了远方的总部大楼 大家都在忙着说是搬家呢 啊 邱总 小周科技的员工已经收纳 并且合并到了远方党 好 外面太危险了 放在眼前 别安心 那您看 要不要给夫人安排个VIP职位 和靠近您的办公室啊 不要 千万不要 马星你怎么来了我管 锦然 我知道你是好心 可是你这样对我特殊照顾 你让公司其他人怎么想 他们敢怎么想 不敢不敢 哎呀重点不是这个 锦然你就放心吧 我需要你的特殊照顾 我们一定会好好工作 不会给你丢脸的 你好是魏经理吗 我来搬住这手心 没看见我忙着呢吗 东西放旁边 回去等通知吧 那我的 工牌和劳动合同什么的 急什么急 不是让你回去等 听不懂人话 你这什么态度呀 小周科技 现在这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敢往远方钻了 就你这水平 你跟我要态度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使了什么歪门邪道 进了公司 你就是远方的人了 你还差得远呢 从头到尾我都没说两句话 一直是你在发脾气 你的生活很不如你吗 你说什么 魏经理 魏经理 别跟他生气了 他就是一心人 啥也不懂 你跟他生气啊 不值得 帮 晚心是吧 我来给你办入职吧 跟我来 要不是邱总临时交代 要重视新员工 我再不会自降身份 来给你们这些新人办入职 谢谢你啊 小姐 要是没有你 我到现在都还办不了主持手续了 你客气不客气 应该的 那个什么魏经理 真的是狗眼看人 不好意思啊 魏经理平时脾气就比较大 公司其他员工不是这样的 没事 每个公司呢都有自己的奇葩 我懂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魏经理 学历高 长得好 有能力 家里还特别有钱 有点脾气 也是正常 而且他家里还对他特别好 听说他刚来公司那会儿 就租了离公司最近 房租最贵的小区 那他条件这么好 家里这么有钱 为什么还要来工作啊 这个嘛 我瞧瞧跟你说 那个前面别外传 放心放心 我怎么还严的 据说 他是因为咱们公司的那个总裁 传说生的那个邱总才留下来的 对吧 这种办公室恋情 要是被别人曝光 可不得了 是什么让你们觉得他俩 一来公司 好的没学会 先去会八卦了 对不起对不起魏经理 我们不是故意的 说什么八卦呢 这么开心 让我也听听 对不起对不起 刚才不是说的挺起劲的吗 接着说呀 魏经理 你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呢 为难你们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为难你们 你们也配 魏经理 我们下次再也不会了 真是对不起 呃 邱总 邱总您怎么来了 我就是日常 看一眼公司 邱总好 哎 邱总您还不认识吧 这是刚从下面小公司上来的新同事 叫方婉兴的 您之前交代过要重视新员工 我们陪他熟悉熟悉环境 熟悉好 多熟悉一下 卫星里做到 第一天在远方上班 感觉怎么样 很奇妙 这是什么形容 总之你遇到什么困难 随时找我 放心吧 我呢可是老打过来 遇到困难不要怕 微笑着去面对他 靳然 靳然 如果有一个女生 她学历高 长得又漂亮 能力还强 家里又有钱 你会喜欢她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哎呀你回答就是 如果我喜欢这个人 就算上面的条件都没有 我还是喜欢 反之 就算这个人再怎么完美 不喜欢就是不行 这回答 还满意吗 还满意吗 我 不知道 什么事 没手间 啊 那个 晚安 晚安 做了好不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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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奇董 我现在想想 什么喜欢就不嫁意的 她是不是说了句废话 你才发现 太没诚意了 怎么跟我还这么见买呢 我觉得她应该 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 他和未經理不會真的是真的吧 他在掩飾 不可能的了 姐姐 你是不是又變白了 皮膚真好 哪有啊 我今天起碗了 都沒來得及化妝呢 卡松卡的心裡 另外對你看 他也想說自己沒化妝 哎 這包是你新買的嗎 真好看 哎你幹嘛呀 脆包可是限量款 一個能頂你一年工資呢 這碰壞了 你賠得起嗎 哎呀 對不起對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賠個筋 賠得起嗎 雖然這包我自己也買得起吧 但他可是 他可是重要的人送的 這樣是弄壞了 我怎麼跟人家交代啊 送的 不會是 不會是 咱們邱總吧 我可沒說啊 你低調一點 哎呀 倩倩你可真幸福 長得好看 家裡還有錢 男朋友 那麼厲害 還這麼寵你 你別衝動婉星 還沒承認 還也沒承認啊 不行 我們現在得給決定 打個電話 方婉星 你怎麼在這兒 怎麼 這裡可是公共休息室 我不能來嗎 你什麼在做 就是啊 倩倩是前輩還是精武 你怎麼說啊 哎呀 小優你聞到了嗎 好臭啊 天啊 是啊 這麼臭 哪位狗聞這位就來了 啊 有臭話呢 這還用問 當然是用嘴說的 你怎麼聽說 你怎麼聽說 秋總已經結婚了呢 你的包 真的是他買的 我 倩倩你 閉嘴 總裁的個人隱私 完全對外保密 你從哪聽說的 反正 我知道的肯定比你多 這麼說起來 昨天秋總來我們公司 確實帶了戒指 就在結婚戒指 那個手上 難道 前段時間 說總裁秘密結婚的事 是真的 我我突然想起來我還有點事 我先走了啊 啊 竟然戴了結婚戒指 有話快說 秋總 你這戒指 呃還不是晚清嗎 又不讓公開 又問一些奇怪的問題 奇怪的問題 就是喜歡誰又不喜歡誰的 你為什麼做他呢 這對不起秋總 是我八卦了 我呢就是想讓晚清 再有點安全了 所以哎 夫人知道您的良口用心啊 一定會很感動的 希望如此 對不起啊 我來晚了 我倩倩 你怎麼也戴了個戒指 好大好漂亮呀 你小點兒上低調點兒 你怎麼也戴上了無名指 難道 哎 既然你們都那麼好奇 那就過來看吧 真是 哇 這不就是那個超級無敵貴的 限量高定版嗎 就是給那個世界各國皇室首爾 專門聽送首飾的那個 哎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牌子可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 這得要很高的社會地位才行 喂經理 你不承認了吧 你的老公啊肯定就是 天天不小人太多也知道了 總好能規矩很多的 我都跟他說了 不喜歡搞七花里胡哨的 可是他呢怕我沒安全感 非要我的 真是太苦惱了 看什麼看 沒見過人力氣這麼大 方婉兄你冷靜一點 就算他們真的有什麼也不關你的事 你命不是真夫妻 個屁呀 兄弟娘娘真的敢在我背後搞這些小動作 眼光還這麼長你就死 欣然 告訴你一句忠告 命理有時終須有 你跟我們的階級不同 所以你恨我 眼紅我都沒有用的 我眼紅你 你是從小地方來的 沒見識我可以理解 但是都這麼久了 你還是不能融入工作氛圍 那就是能力問題了 所謂的融入工作氛圍 就是聚在一起 對你的謊話吹噓嗎 謊話 什麼謊話 我昨天才提了秋天仁結婚 你今天就故意帶了婚間護到別人 你就是在騙人 奉騙 我知道 進了遠風 建設過了上等人的生活 可能會讓你產生一些 不切實際的幻想 但是 你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和立場 什麼身份 什麼立場 你一天到晚找我的事 不就是因為我不像其他人判你的馬屁嗎 我偏不 那你就等著瞧吧 你想公器私用霸凌我 我告訴你 我是經歷過的 我可不怕 你們小公司裡那些小打小鬧 在我眼裡 什麼都算不上 你想幹什麼 我要你心甘情願 離開遠風 像你這種人 不應該在公司裡面污染環境 你有病嗎 看來 你是還沒有經歷過社會的毒打 不要緊 你很快就會明白了 靖元 你在公司嗎 剛才外面有個會 在回來的路上 怎麼了 沒事也沒那麼要緊 晚上再說 安芳萬幸 你被隨便什麼阿貓阿狗就影響心情了 你要相信靖元 正說起來 你要在遠風做大做強的 嗯 再快快點 好 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反星突然給我發消息 我有點擔心的 現在距離公司還有一段距離 您要不找個同事問一下 喂 是魏經理嗎 我知道了 沒問題的 您就放心吧 嗯嗯 那我掛了 拜拜 誰呀誰呀 明知古文 難道是 他不是應該還在開會嗎 你們可真甜蜜 你可別亂說啊 現在是工作時間 井然給我打電話 肯定也是說工作的事啊 井然 你喊他井然 你喊他井然 不就叫個名字而已嗎 我還沒幹別的呢 你這麼激動幹什麼 你還想幹點別的 哎呦 你這麼打破砂鍋問到底的樣子 多讓人害羞啊 就是 芊芊不想讓別人知道 別問我 你再這麼胡腳蠻纏下去 我會懷疑你的精神狀態 無法升任這份工作 如果我跟你簡然告狀的話 你就完蛋了 你無妙我你 你知不知道 他剛才給我打電話 就是讓我多關照一下 你們這幫不省心的新員工的精神狀態 你說我的話 他會信嗎 信什麼 邱總 你怎麼親自來了呀邱總 我來看你們一下 邱總這麼關懷下屬 我真的好感動呀 什麼好般配呀 你來看你 方晚星你幹什麼 你來 晚星 晚星 哎邱總 晚星你為什麼見了我就跑啊 我放開我 我不放開 告訴我到底發生什麼事啊 你真的沒有事情瞞著我嗎 瞞著你 什麼事情啊 之前 瞞著你就是身份的事情啊 不都已經解決了嗎 不是這個事 別的事 晚星你不要給我打個雅名行不行啊 嗯 這是你戒指的事 戒指不喜歡 再怎麼說咱們也是領證的吧 你跟別人戴婚戒 我怎麼可能喜歡得起來嗎 別人 什麼別人 哪有什麼別人啊 魏倩倩 他剛才都已經秀出來了 而且你也沒有否認 魏倩倩是誰 放你別給我裝護頭啊邱靜人 你剛才跟我說沒空轉頭就給我打電話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打電話 你說魏倩倩 不是這什麼跟什麼啊 你真的跟他沒有關係 除了知道他是人事經理 其他一概不知 那電話 我 θ cheese 我要是帶牠代監 可能就是閃rosoft 真的 妳知道東西嗎 什麼事情啊 跟魏經理有什麼關係 你告訴我好嗎 事情就是這樣了 你要是不信的話 可以去找魏千賢對峙 你別給他打電話 我幫你去辦公室這兒 哎哎哎 找他幹嘛 那你 李秘書整理一下資料 把人事部的魏千賢給我開除 你都需要再求你嗎 這點事都確認不了 我當你整理 你都需要再求你 嚴重你 嚴重你 你不是每年都男性 在你的心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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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你的心底要 會是多遠的遠方 不要害怕我才是放 像說你在那 太陽 你都在你的心底要 在你的心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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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 也要你愛 換說回來 這個才是跟你一對的戒指 那魏倩倩那個全球限量的戒指 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哎 關於是魏倩倩的處罰公告 怎麼回事 好像被開除了 媽呀 那裡還是這麼寫的 她臉造虛擬不持 她和同事搞不重要的男女關係 何止 我聽說她那些奢侈品全是假的 那我也知道 她簡直就是IG的衝鬼 就是 不止奢侈品 她那個魏根井然一度的戒指 是拿著照片長一筆仿出來的 聊天記錄轉帳記錄全找到 真是費盡心機啊 這要不是你正好是求求老婆 搞不好公司上下都被魏倩倩 騙得團團真 哎什麼叫這麼好 什麼叫什麼呀 哎呦你怎麼還害羞啊 你還沒習慣啊 你還沒習慣啊 你撥到什麼 你別扒了我 戒指而已嗎 這就是那個爭貨戒指 全球限定 可以當傳家寶的超貴戒指 嘘小聲小聲 你幹嘛不戴在手上啊 藏這麼深誰看得見啊 哎呦我自己知道就行了 幹嘛要讓別人知道 再說了更出了費倩倩這回事 讓別人看到我就跟我說了 說的也對 而且啊我總覺得 如果我接受了這個戒指 事情就會變得不一樣了 我的家庭 也對 你還有你的小秘密 你現在喔 你這麼認真 反正你更不好開口 松晚上你這個賤人 魏倩倩 都是你是不是 你嫉妒我举报我 你不能喝死你 嫉妒你 嫉妒 你买假道骗人 为浅浅你可别装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 我以前对你那么好 对我好 那是使唤我比较顺手吧 现在想想我的就亏 方婉星 你个死杂种 你以为把我挤走了 你就能顺利下位了 下位 小小某人 你们 你们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吗 要不是他爬了领导的床 他能这么顺利把我搞走吗 我爬床 不要脸的小三 我呸 老欣你冷静你 你别不怕一番见识啊 你还学我搞什么见识是吧 我告诉你 就你这种货色 你脱光了站秋总面前 他都不会看你一眼的 不好意思 他看着眼都不眨一下 你在说什么狂狼之词 你你在干什么 为现在怎么现在 跨他出去 你们都看好了 方婉星跟李秘书有一腿 就是个贱婊子 什么样 你敢打我 打的就是你 你这么会造谣 你背影不怕鬼敲门吗你 方婉星 你都死吧 你给我盯着 看什么呢看什么呢 还不赶紧散了 嗯 不好意思 让你们受惊了 我这里远就远邱总配吧 应该笑 既然他都已经被开除了 应该做不出什么 吧 我错了 我太天真了 魏健姐居然群发邮件 造谣我 这是真能作妖啊 我相信大家都不相信那封邮件的内容吧 这明显的就是造谣污蔑 虽然方晚兴同事刚来远风没多久 但是他平时的文人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 晚兴你放心 我们是绝对不会相信魏倩倩的污蔑的 对对这邮件我都删了 这就是个垃圾邮件 谢谢大家 吴静 谢谢你 都是些小事情 如果你以后有什么不开心的话 欢迎来找个聊天 解释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对不起 是我没有做到防范工作 没什么 为什么他这么疯 去找律师起诉为前景 研究一下的劳务合同把所有能对下责任都给我支架上 是 我还不如公开呢 嗯 你说啥 与其被污蔑 被无端猜济 我们还不如大方承认 你根本不需要走后门 你本来就是我的合法妻子 要不明天开全体员工大会 陈静 那个你冷静 不至于 真不至于 为前景都那么说 你不生气吗 生气 我当然生气 我当场就给他一个大耳挂子 你是没看到了一个场面 要不再帮你出个气不好吗 不用了 那个我的心理承受能力没有那么低 再说了他想什么我才不管呢 反正我的同事也都相信我 满心啊 你完全没有必要委屈自己 不委屈 我不想麻烦你 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事 我不觉得麻烦 你怎么事情都不弄呢 竟然 嗯那个 时间不早了我先去休息了晚安 晚安 我们现在这样 到底算什么关系吗 这奶茶谁的呀 不知道啊 我已来自在这儿了 我还以为是你点的呢 我没点啊 总不至于是邱景然吧 难不成今天是他生日 你别问了 我都看到了 是吴天爷放你桌上的 啊 哎呀 你怎么还糊里糊涂的 人家在这明显想追你啊 你说什么 小声点 我跟他话都没说过几句 他怎么会想着来追我呢 这我就不知道了 听说上次邮件造谣 也是他先站出来 帮你解围的 那我也不知道他是这个意思呀 不行 我得去找他说信 嘿嘿嘿 你等等 你为什么要这么快拒绝呢 我已婚了 那我这不是耽搁他吗 可是你跟邱景然 又不是正夫妻 而且你有个假老公 又不烦 你有个真男朋友 我觉得重点应该不是这个吧 我觉得吴建奇是挺好的 如果你喜欢的话 要不然去跟他聊聊 不好意思啊 把你单独约出来 是因为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说 但是又怕其他人的地方 没事的 你能用出来我就很开心了 我觉得你可能对我有一些恶怪 什么 我平静有差点 我生活习惯也很差 我天天赖床迟到 我还很难 这么贬低自己 是想让我去男人出去 不贬低不贬低 我就是这个 你非常对的 你摸哪呢 我都帮你写了这么多次围 我摸你了下次 你说什么 别装了 你和那魏倩倩不是同一种人吗 你放心 我嘴很严重的人 你知 我知 我不知道你跟那个魏倩倩有什么握戳事 但是 我跟他不一樣 我也欠欠想當初都是舔著老子的 我現在對你已經夠好的了 也有什麼不滿意的 姐 你還是個人嗎 原來你以為給我說兩句好話 給我買兩杯奶茶就能跟我上床了 不然呢 難道還真的以為我喜歡你 咱們都不止初衷生了 你無恥 對我無恥你清高 不過我最喜歡清高的女人 在我身上發浪 你怎麼會這樣 不是吧這門剛才挂開著嗎 我真的很喜歡你 你跟我接觸過的女人都不一樣 你就跟了我來 消磨步我說了算 我會讓你今後的工作 撐情鬆鬆 啊救命啊有沒有人在啊救命 這個地方平時不會有人來的 這可是你挑的地方 你不要亂放 聽人 衝 衝 這開玩笑的嗎 他怎麼找到這來的 給你打電話我沒接 查了金塊 秋董 秋董 對不起 是我右眼五周動了你的女人 職場性騷擾 以權謀私 暴力脅迫不見 遠風公司怎麼有你這種敗戀 秋董 秋董我錯了 我說說你能不能不要開除我秋董 覺得有可能嗎 晚上 對不起是我罵犯了你 你又早說你喝酒 那咱們也不鬧著的誤會是不是 你離我原地 噁心 如果你還想平安從遠風走 今天的事你最好給我跟進 我跟進 絕對我慢著 如果我說出去天大不淚紅 之後 有人會給你來對接 最好 想要怎麼說 邱總 不好了 急急忙忙的幹什麼 有人冒充您 拍攝您打人和威脅員工的視頻 現在在社交平台上已經流傳開了 對您和集團的形象很不利 邱總 對不起 是我流眼五周動了你的女 這誰做的惡作劇太過分了 如果說 確實是我做的 邱總 您怎麼不提前告訴我呀 事態緊急我有什麼辦法 現在視頻已經流傳開了 必須要做緊急公關 搞不好還會有媒體來採訪你 必須要擋住 那就開新聞發布會 把這件事情的真相說清楚 順便把我和晚星的事情公開得了 我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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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猜猜我是誰 喂 为什么挂我电话 你谁啊你 不会吧 不会吧 不会有人连自己亲哥哥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吧 你别慌我啊 你如是出来 这到底是什么 12岁那年呢 你因为把棉花糖藏在枕头下边 被妈妈发现被暴揍了一句 14岁那年 你应该给什么校运会写宣传稿 被拒了没被接收 痛哭了三天三夜 还有些什么来着 这还差不多 我现在正式向你宣布啊 你无所不能的大哥回国了 高兴吗 你这种小弟哥哥回国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还有 你是怎么搞得我电话号的 这还不简单 不过方远欣啊 你跟远峰的那个邱景然 什么情况 来真的 谢谢你跟我去吧 这个一两句话我也说不清楚 好 那明晚我接你吃饭 到时候你给我好好讲 邱总 又匆匆忙忙干什么 晕了发酵啊 不是啊 是网上关于您和夫人 还有无间那段视频 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我们还没来得及出手 只有人帮我们解决了这件事情 远峰的公关能力在国内算数一数二的 没有几个公司会比远峰更快 对啊 我怀疑这背后有更大的阴亡 是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够手动作 竟然 今晚小悠约了我吃饭 就不跟你一起回去了 好 看看吧 一回来就给我找事干 不错不错 都算干净了 这种断章取义的小事 要是发酵开 那对景然也太不好 还好我发现了几时 你跟远峰集团那小子是真的 你什么眼光啊 嗯 我不许你这么说竟然 还有我们是假结婚 不是真的 你哥中了这么多年的歪脖子大白菜 最终还是让猪给拱了 苏晨宇你说什么呢 你那一大门小 叫哥 都这么大了 你还打我的斗 我不要面子的吗 你别给我插开话题啊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就那么回事 妈都跟我说了 你 假扮穷鬼跟他领劲是不是 什么假扮穷鬼 我只是没有刻意跟他说过 咱们家的情况而已 后来事情发展的越来越奇怪 就一直没有找他机会说 妹妹啊 你要是跟他玩玩呢 哥就管不着你 你就算出了事 家里也能给你兜底 但是 如果你想跟他认真来 我劝你啊 还是尽快找个时间 跟他把话说起来 豪门之间的联姻 没有你想的情况 我不想搞什么豪门联姻 我跟简然就不能一直 给我平静 普通的生活吗 这不是你能决定得了的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着 全网删除这个视频吗 如果有人发现 这个视频的女主角 是星月集团的大小姐 你想要的平静生活 现在就已经没有了 这套 这套 你真得看一下这个 你又轻松茫茫的 又有什么事啊 夫人昨天晚上跟你说 他学和秦游小姐吃饭 但是您派出去的保镖 却派到他和一名神秘男子 自拍十分轻易 能查到是谁吗 还不能确定 但是看面容和身材 和刚刚回国的新月总裁 苏晨宇 十分想想 新月集团 对 新月集团 是国内的传媒剧头 之前您和夫人消失那段视频 现在看起来 也很像是新月集团的手笔 所以你买的西装为什么也要陪着 你能拥抱吗 哎 你说对了 我还真就没有误会 说好的就这一次啊 以后我可不能随随别人给你出来 万一被人误会了怎么办 误会 谁误会邱俊然误会 哼 我可是他大舅子他敢 你怀疑 我 俩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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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想想想 那两个人 我 原来是新月集团苏晨与苏总 远恒集团邱景然 晚星的爱人幸会 他知道我是新月集团的 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你想想办法呀 邱总 谢谢 这个时间断光商场 带着别人的夫人 你们新月集团真是有对闲的 他明显把我当成他情敌了 不准暴露不愿意死 既然苏晨与呢 他是因为刚回国找不到人 陪他光街随便拉我一起 他就是个笨蛋 我们的事回去点 你是不是怪我没提前跟你说 对不起啊 我以为不是什么大事 你什么态度 你平时也是这么对闻心灯吗 你有什么立场将心有关 哎呀你们干什么呀 好 我现在呢要跟晚星继续逛商场买衣服了 邱总你事务这么繁忙 赶紧回去办公吧 你少说两句 竟然啊那个 要不你先回公司吧 我保证我很快就结束 然后回来找 好吧 我也去 啊我是说我也要去的行吗 那你 你跟我们一起 是我们一起带着他 就给你别太过分了 是我先约的晚清 我是晚清丈夫 你是什么 我是 哎呀行了你们少说两句吧 安白不买衣服 不买我家 哎 欢迎光临看见什么 是陪男朋友来买衣服吗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 嗯嗯 这位也是男朋友 是老公 明白但是你自己说 明白明白 你明白什么 晚清这件怎么样 哼 真就死了你懂吗 晚清看我这劲 哗众取出话 你 我说 你 喂 哎呀你们别吵了 幼稚不幼稚啊 哎喜欢哪天是哪家不就行 啊想这些话 我在这儿找你们啊 小姐姐真是好福气啊 两个大帅哥为你针锋吃醋 都是你想的那样 啊 怎样 小悠我救命啊 我哥走过来回来了 现在在跟景阳一起买西装 什么 什么什么 啊 繁星怎么样 好看好帅 我的 你也就那样吧 不是 你哥给你出头你现在胳膊瞅往外拐是不是 你别再拉拉扯去 他不好看就不好看我说的是实话 好啊 你不是说你跟他假结婚吗 我怎么现在看着 不像怎么回事啊 没有你可别乱说 你没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 感谢你不太对劲 你变了 你以前什么都不瞒着我 竟然 事情不是这样的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是我觉得你在cpu 哄 我警告你你可别耍这种花样啊 他脑子可不好使啊 我脑子不好使啊 你回过航班都能看错 日期支付宝都不会用的 笨蛋有什么字可说啊 我支付宝不会用 是因为我七八年都没用了 你自己天天用 你密码都能输错到上线 咱们俩到底谁更笨啊 我 哎行行行行 他自己店里呢 让我可笑 这件买单 那这件 就送给那位先生 哎呦 让远峰集团大总裁给我送这么一件衣服 这都不好意思啊 苏总远道回国 我自然尽地主之夜 正好 今晚在合月订了晚餐 不知道 苏总有没有时间光临啊 当然 六点零三分 六点零三分 他迟到了 嗯 苏晨宇居然敢迟到 他不想好了 没有时间关键的 不懂的 连无聊 让混书 我喜欢 迪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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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只有你 啊 迟到五分钟 是我对主角的功能 还能让你装啊 哎呀你要做什么 他以为远峰集团 没有几个穿黑西服的保镖吗 哎不是 你不要被他这个神经霉传眼了 你 哼 喂 来人 马星坐这边 过来 晚去了 我跟小姨坐 各位请问你们谁点餐 邱总想必是这里的常客 邱总请 邱总 孙总远道而来 当然应该是苏总心情 你也管他们 放心你来点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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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都吃的差不多了吧 那咱们回去吧 好 我现在就去开车了 一会儿你打电话告诉妈一声 嗯 唐不老耍了那些字就回去了 这么什么呀 等一等 他们俩 住得一起 当然了 他们到底是 奖夫妻 还是 这 我怕 是我 每个人 他们还在玩奖夫妻的游戏 you can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听到了 if you ain't got 咱们 你不是 读书我 就是 我 这次是 我 自己是 是吧 他这人不是不礼貌 他就是单纯的没脑子 如果他让你不开心了 我替他向你道歉的 为什么要替他道歉 为什么对他这么好 我对他好 景元你误会了 我 因为他回国了 所以你要选他是吗 不不不 没有 不是的 曼香 可能我们开始得很儿戏 在你眼里 我们看得像国家家一样 但我不这么认为 景元 曼香 从听到你的声音到现在 我都不由自主的避免心眼 关心你的一举一动 你的开心 你的不开心 曼香 事到如今 我刚才骗自己了 我希望 我们的关心能更进一步 你这是在 对 你是不是跟你想起来 等一下 我有话要说 靳远 景元 如果你发现我没有那么好 如果你发现我一直都在瞒着你 你会不会后悔刚才说的话 我和苏晨语有关 有关 但要不完全有关 重点不是他 对不起景元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明天 明天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 我只想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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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多远的远方 不要害怕 我在身旁 像做你的太阳 你的太阳 在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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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能在你身旁 不要着急 我会等你的 我一直都在 我决定跟景元坦白了 虽然他可能会生气 但是我真的瞒不下去了 我劝你啊 最好暂时先别这么干 为什么 你别想阻挠你妹妹的终身大事 我呀 他已经通过我内部的绝密渠道 了解到了 这个邱景然 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了 你跟我急眼有什么用啊 我呀 通过 我外国同学的远房亲戚的同事 打听到了 这个邱景然之所以这么多年 一直不尽一色 就是因为 他有个念念不忘的白月光 你这都是从哪儿听来的乱七八糟的白话 人生大事我什么样骗过你啊 不可能呢 那如果这样 简然他为什么还跟我告白呢 有没有可能 他把你当做他白月光的替身啊 替身 替身是什么表现 虽然说 邱景然在多年之前爱上了一个跟你非常相似的女人这件事非常离谱 但是 他确实有发生的可能性 等一下 我怀疑你在贬低我并且我有证据 什么叫爱上跟我相似的人很离谱 是跟我相似很离谱 还是爱上很离谱 都挺离谱 重点不在这儿 反正呢 情况我都跟你说了 你是要继续你的坦白加告白计划 还是弄清楚他这件白月光的事 随你 你让我再想想再想一想 没关系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哥都坚定的站在你这边 哥 敢跟我抢妹妹 邱景然 做好准备 面对疾风吧 哈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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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人 请问你是把我当着白月光替身了吗 哎呀不行不行这也太实力了 静人 不好意思 虽然我向你隐瞒了一些事情 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不是隐瞒了我些什么 哎呀也不行吗 马星 我吓了一跳 你才吓我一跳呢 反正那么大干嘛 没有 我只是单纯的为你吓了一跳 马星 你别误会了 我只是单纯的喊问一下 我请你意思啊 哎 不要有压力 静人 我本来今天真的已经下定决心给你回复了 可是现在 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静人 对不起 我是有苦衷的 哎 哎 邱总 夫人今天出门之后 只是和苏晨宇苏总在一块设断饭 没有去过其他什么地方 只是他出门之后 就变得不是很开心了 哎 我明白了 他说我 你不是说不信 你一定是连入危险的 受了 能不能进去 绪陈宇 还有 那麽不信 我猜不信 他要死了 要死了 不信 我法团 您带来 她要如今 别闹着 您 还要死了 决定 出去 看你这样子 婉星没答应你的告白啊 婉星会那样果然是你 别搞错因果了 邱靖然 如果不是你先对不起婉星 我就算说破大天 也治不好他的领域 我 对不起婉星 苏晨雨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造谣离间 就能挑拨我和婉星的关系 我造没造谣你自己心得清楚 你真以为我不敢揍你是吧 这是 婉星 我 跟婉星这么多年朋友 有张合照很正常 把合照私藏在身边随时查看的吗 苏晨雨 你有够变态啊 我是真不知道他怎么省 这么长时间 算了 不装了 我摊牌了 你有病人吗 不装了 我 我 就是方婉星的轻生哥哥 我 靖然 我刚才到公司就停水底来找苏晨 你们怎么了 你自己看着爸妈 我已经招了 你自己看着爸妈 你招什么呀你 你们 也不是一个姓啊 我跟我妈姓 我是雨天的早上出生的 所以我叫陈宇 她呢是晚上出生的 所以她叫婉星 那 星月集团呢 星月集团是我的 也是她的 如果你真的能当了我的妹夫 那也有你分 可以 现在呢 我要替我这个笨蛋妹妹 好好问清楚 你喜欢的 真的是她吗 你这话什么意思 姐别再提 我可不知道从她打听到的 奇怪八卦就当兵了 哎呀你 你还给我干什么呀 我今天非得问清楚 我对婉星是认真的 你最好老实交代 要是真让我说出来 咱们俩谁脸的不过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哎呀没什么 她就想问问 你那个白夜光到底是谁 白夜光 哎呀你看她什么都不知道 不然这事就过去了 翻篇 你别给我耍花招啊 秋风可都告诉我 秋风 你看她这个反应 绝对有问题 没有别人 白夜光就是你 一直是你 啊 你一直没察觉到吗 抑郁仙徒 三浮曾经的阵营女神 是新军女神 你怎么知道 不是等一下 你难道是 哎等等等等 是我理解这个意思吗 阵营女神 搞网游是吧 搞网链是吧 啊 哥我很久没玩的 你别听解言瞎说 我不是我没有 我不管你多久没玩了 你是不是当时玩了 就在我出国的时候 是不是方万兴 哎呀我都多大了 我玩个游戏 我怎么了 你不在这儿呢 我坐这儿 管兴真的很好玩 你别生气 啊 哈哈 你这大哥叫的挺顺口啊 早有 等一下 秋仙人你别岔开话题 你是不我们工会的 算 是吧 你是谁 谁 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 嗯 我就一个小透明你也不记得 哎 行 不行我肯定记得你快说 你 不会有什么黑历史吧 从事招来 嗯 三花 咸鱼吗 还是西照 哦 你是西照是不是 哎 哎 对 打那个山号站 输了 哎呀居然是你 你知不知道 你打那个战争输了 是因为对面开挂了 嗯 所以我把他们号都给删了 哎 哎 原来远峰集团 三年前就把一域仙徒 这款游戏收购了 哼 业绩还挺好 nice呀妹子 给我讲勾子 新月集团新出的项目 最近发现也不错啊 哎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怎么感觉你们找到了同类呢 哈哈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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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刚刚是不是好像有此专门 嗯 那时候你还说我没吃完 你想办你进行好是吧 我要是进行过 那怎么能给时间庆庆的声音 你还说 不过吧 我感觉实践也会说很整个 可是我觉得时间过得还是很累 竟然 我们呢 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 两位好久不见呢 哈哈哈哈 看一下店里呢 海蟹追馋 八口蔬菜 都很新鲜呢 是吃远 中奖 对吧 夫人 家里马上要开始了 您怎么还在这 哦 这水果挺新鲜 买一送一还挺划算的 那给妈买点 再给小六买点 嗯 再给你哥买 嗯 那李妮是不是辛苦你给他们送一下了 嗯 辛苦了 嗯 夫人 这点润飞就别省了 邱总他不差钱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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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